空军退役上校 杨树期 成假期三十载的他 如今退伍后卷起衣袖 与妻子合开咖啡厅 店内更摆放各式飞行雄与飞机模型 成为许多航迷与飞行员 口耳相传的聚会圣地 我从小在金本长大 那时候其实我本身对艺术方面 比较有一点点偏好跟倾向 但是小时候爸爸很早过世 家里就顿时失去了整个收入的支柱 家里就变很穷 穷到比较夸张一点的是当乞丐 但是还不至于 为什么都当乞丐呢 其实想说旁边有部队吗 然后我们没有饭吃 所以当部队他们把他剩余的饭菜 丢出来之后 收入那时候的饭菜回来吃的 后来部队知道我们家这么的辛苦 这么的超低收入部 后来部队决定跟军防部申请 我们搭军火 所以严格来讲 我从小学三年级开始搭军火吃军饭 然后穿内衣裤 所有的军用的东西 其实我从小学三年级就开始了 那我对军人非常非常的感激 我小时候的印象 小时候的生活 其实就在部队里面 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 在公布南看到一个中正御校的招生 然后就问了 那是一个军校 读书不用钱 有零用钱 然后三餐就在那边吃 以后我当军人 我觉得哇 这样太棒了 所以我那时候就放弃了 从事医术的工作 然后就去考中正御校 谈论军总选择师 杨树奇大谈对于陆军的热爱 但却在因缘机会下 选择了空军 我对陆军超喜欢的 你想想看嘛 我那时候家里出门就是陆军 然后找完点名 做服务营生 做所有军事的动作 所以我很喜欢陆军 尤其看到连长 超帅的 其实我这辈子最大的梦想 是要当陆军的步兵一年连长 报名中正御校的时候 我第一支业是陆军 面试的这一关是一个空军的忠孝 然后他看我说 哎呦 你体格假等 视力 1.2 那你为什么要去陆军 我说我喜欢陆军 我说小小弟啊 你要不要给你一次机会 我说什么机会啊 哎 跟你讲真心话 陆军要转空军 很难 空军要转陆军 很简单 所以那时候就 口上了 中正御校 也就从陆军的第一支援 改成空军第一支援 除此之外 杨树琪也曾经是 雷虎特技小组的一员 即使飞行时速已达两千多个小时 却秉持着要做那就做到最好的训练 体力自己 向国人展现雷虎特技小组优异的飞行战绩 我们那时候是在做国庆的冲场 其他机队都已经取消了 结果联武小组还要进去 因为云比较低 因为我们飞得很低 看不到光点 就有人跟富士领报 富士领讲一句话 联武特技小组 没有问题 不用担心 他们一定会进来的 国不其他我们是 安泰进总统府 长官很相信联武特技小组 那时候听的时候觉得自己觉得很骄傲 是被信赖的一群 面对飞行压力 杨淑琪有一套心法稳定心绪 那就是喝咖啡 她发现喝杯咖啡可以放松身心 而退下军府的她 也将咖啡与妻子的甜点相结合 也开启了Skybear咖啡店 其实我对咖啡这样东西纯粹是喜欢 可是我已经意识到说 我一定要有让东西是我退伍之后 可以做很快乐的事情 所以刚好在阴阴错阳差的机会下 慢慢的从周遭的朋友 学长学弟也好 后来也有机会开了这家咖啡店 我们希望她这边是一个很简单 大家喜欢来一个咖啡店 不要太多太复杂的东西 那当初开这家店的想法是 不是为了赚钱 不是为了商业行为 只是我们平常就很喜欢交朋友 跟所谓的官兵一起做舞动 有军官来找我辅导的 有士官来找我辅导的 也有士兵来找我辅导的 结果辅导过程中变成不是我辅导 变成士兵在那边让我辅导 因为有士官在旁边 变成士官辅导士兵 一开的时候 士兵不付钱 士官帮他们付钱的 我的感觉很棒 你不觉得就是这样的 就是一家人 我觉得这种感觉才是 我们这家店里开要的一个 终止跟目标